大家好,欢迎收看三分钟视频 我是经济日报的李国庆 港股今天借势调整,有些偏远 不过最终遣守二万一千关 今天我们跟大家讲的题目是多虾会议 未讲这个题目之前先看看行删指数片 全日行删指跌了154点,收报21161 不过成交就不活跃的,只有554亿而已 今天港股之所以跌,大家都知道因为隔夜 石油输出国组织和非石油输出国组织是多虾开会 但是就是失败了,引发到油价显著下跌 油价是怎么跌呢,你看看纽约旗有 今天一度最低的时候就见过37.61 大概跌的时候跌6%左右 但是后来现在好一点,跌幅收窄翻的 待会再说 油价一直跌5-6% 引发大家对风险资产的担心 因为油价一直都被视为风险资产的喜好指标 油价回落就引发到很多新兴市场的股市都是调整的 因为大家对风险喜好转差了 但是其实这次会议失败,如果你从油价走势来看 你会发现,其实早几天大家都知道不是这么妥的 因为为什么呢 在上周中的时候,这一天 大洋烛12号这一天 就是全民,俄罗斯传出来说 跟沙特达成协议 即使伊朗不参加这个会议 都会动产的,市场为之一阵 真是厉害,冲破了3月22号的高位 当时的高位41.9 这一天高位见过42.25 是1月2号半的,冲了上去,大家以为真是行 怎知后来呢,去不了,去不了 星期五那天已经出现一支阴烛的了 已经反映出市场对这个谈判的气氛 是很有保留,很担心不行的 那接着呢,今天真的不行了,跌了下来 好了,为什么又抽上去又不去大跌呢 因为市场仍是期待着6月那个会议 可能会有些好东西达得到 但其实呢,你见到这个好可能是双顶 我自己担心呢,都未必一定是好东西的 希望他现在守得住什么呢 35元这个低位呢 否则的话,在双顶 跌穿这个颈线就会回回下去 那如果守得到的话呢 仍然有机会在这里,就增持了 变成在35和43之间上落 还行上落 布兰特旗游呢,你会见到这个高位更加高一点点 原因呢,因为如果是中东那边达成减差协议呢 对布兰特旗游的刺激是大 比对纽约旗游的刺激的 所以这个高位是高一点的 但今天都是回答下来 短期又是看着它能否守得到呢 这个颈线位呢,就是37元的水平 37.27元在这里 那如果守得到的话 就会形成在37到45之间上落 等到6月会议了 好了,分析过多黑会议之后的影响 那对港股有什么影响呢 你见到它现在跌下来 都不太跌呢 对港股的影响就是 今天的石油股呢 其实呢,跌下来 都是你见到不太跌的 看到中石油呢 都是跌1.88%而已 一支阳烛来的 暂时也是在这里了 珍持一下,等会议结果 中海油跌1.64%而已 哇,又是阳烛来的 没什么跌 中石化,又是 仍是升了上来 那又是一支阳烛 没什么跌 那既然它们没什么跌 回来,对港股有什么影响呢 就是都不太跌 又是十字升 跌了下来 叫做一个整固调整 仍然都是在上升通道里面 如果你看恒生指数 今天呢,守着21,000关 刚刚好,就是这个 最低的时候见过21002 刚刚守着21,000关 那就当是一个调整 那后市还会不会调下去呢 就是看油价如果跌低一点 下市35元 那它不排除 真的都会跌低一点 例如去到20872 甚至乎2万边都可能的 回报这个跌口 不过那如果油价真的跌穿 这个双顶颈线的话 就不用那么悲观的 就是可能它都在上升通道里面 调整下去低又会回上去 真是要担心 就不是油价主 而是内地股市 因为为什么呢 见到今天考验那条上升轨 那上星期五说的GDP 又多好啊 又什么又什么 今天公布那些楼价 又厉害啊 又厉害啊 不过这个有机会再说了 好了 今天时间到 今天分析是这么多 多谢大家